真的吃心和安慰奉基督耶稣的名求 阿们 主耶稣感谢祢赞美祢 清晨祢就将祢的光来照亮我们 阿里路亚 我们谢谢祢来接纳我们 我们正是从祢这里蒙福得福 我们的后代也从祢这里得到坚定走祢的道路 主耶稣谢谢祢在《民俗记》第六章里 耶和华二十二节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祢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 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 愿耶和华赐福给祢保护祢 愿耶和华使祢的脸光照祢 赐恩给祢 愿耶和华向祢仰脸赐祢平安 你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 我也要赐福给他们 敬爱的主耶稣向祢献上感谢和赞美 谢谢祢这样教导我们 我们是祢的祭司 主耶稣我们为武汉祷告 为中国的武汉祷告 主耶稣谢谢祢来赐福给他们 谢谢祢来保护他们 使祢的脸光照他们 赐恩给他们 愿耶和华向他们养脸 赐给他们平安 因为我相信我知道 我感受到主耶稣 这稳意就是祢的大军 主耶稣来翻转我们中国 对祢的认识 对祢的信仰 我心里面充满了感谢和赞美 欢喜和快乐 我因为祢的作为我高兴 因为祢的工作我欢喜 哈利路亚 谢谢祢主耶稣 并且在诗篇22篇 24篇 看一下 10篇24篇 谢谢主耶稣 今天祢的赐给我这个亮光 第七节开始 众臣们啊 你们要抬起头来 永久的门户 是你们念 你们要被举起 那荣耀的王将 可以一起念 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荣耀的王是谁呢 就是有力 有人的耶和华 在战场上 有人的耶和华 众臣们啊 你们要抬起头来 永久的门户 你们要把头抬起 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荣耀的王是谁呢 万君之耶和华 祂是荣耀的王 我们是荣耀的王 哈利路亚 三而为一的真神 哈利路亚 主耶稣 我向你心上感谢 要赞美 因为你的光来到 哈利路亚 照亮呢 坐在黑暗里的人 所以说 为武汉的文艺 为武汉的清流感 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你召聚众人来认识你 你召聚众教会 来传扬你的福音 主啊在罗马书第十章 罗马书第十章 哈利路亚 第九节 哈利路亚 赞美感谢 赞美主耶稣 哈利路亚 到大概十四节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逼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 就可以得救 经上说 凡信他的人 必不至于羞愧 犹太人和外邦人 并没有分别 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 他也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 因为凡求告主民的 救病得救 我的神啊 我要赞美你 哈利路亚 在武汉 主啊我们在这个视频上已经看见 有教会出来 哈利路亚 带着口罩来传扬你的福音 哈利路亚 有许多有人来到他们那里 主耶稣说他传扬你的名的时候 主耶稣说要让这些人的心前辈起来 主耶稣说让他们认识 他们败来败去的 所谓的偶像 印度的神 神对他们一点帮助都没有 没有办法起此回生 但是我们的神 我相信你 我不用戴口罩 我就可以在那里上传扬你的福音 我相信你 主耶稣说要那左边右边的倒下来 但是我们不会 主耶稣说要让我们的生命 你的生命吞灭死亡 主耶稣说你在使得从黑暗中出来 照他们得荣耀 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 将荣耀降临在武汉 主耶稣说我们谢谢你 你前选武汉 在全国要为你做荣耀的见证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 在中国主耶稣说我们感谢你 但是德华的知识要填满全地 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 祝福你自己的祭司 哈利路亚他们站在死人和活人中间 要宣告你的话语 这是以利亚的时代 这是以利沙的时代 我们的神要给我们加倍的恩高 让我们经历你的大荣耀 我们经历你的名 In the name of Christ Jesus 我们向你欢欣快乐 我们爱你 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首先 主耶稣说我们的首先 经历你的人 认识你名的人 主耶稣说要不负你的 你的这个信望爱 我们感谢赞美你 哈利路亚 祝福我们的后代 让他们成为激起 宣告你的圣明 我们乐意帮给我们最大的力量 就是为你 能够经历为你训道 我不在意 不管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感谢你 赞美你 哈利路亚 阿们 主啊 我感谢你赞美你 我们每时每刻都要感谢赞美你 只有你是唯一一位 配得起感谢和赞美的神 你是宇宙万物的神 你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 你真的是我们的 避难所帮助和永远的依靠 有了你的同在 我们教会 全体教会的弟兄姐妹 什么都不怕 没有一个人戴口罩来 敬拜你了 我们真的 有了你同在 我们心欢喜 临快乐 每天都快乐 感谢你 赞美你 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是经历你的大人才来认识和信靠你的 主啊 真的 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 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不怕因为我们都认识 我们信靠你 我们知道只有靠着你 我们才会被拯救一切 都不 都不一切困难都不会有事 因为你都帮我们解决了 你是世界唯一的拯救者 主啊 我感谢你 赞美你 主啊 请你也伸出你的大人的医治的手啊 来医治中国这片土地 和拯救他们的灵魂 主啊 以善祷告分基督耶稣的名求 阿们 是的主啊 我们的宣告你的话 你是我们的避难所 你是我们的山寨 你是我们的神 是我们所依靠的 你逼救我们脱离包牛羊的网络和毒害的瘟疫 你逼用自己的一毛加败了我们 我们因为投靠你 你 我们要投靠在你翅膀的阴下 你必有神识和大手的为我们的蛋牌 主啊 你必我们必不怕惊吓 也不怕白夜的下的惊 因为你必保守我们 也不怕黑夜所行的瘟疫 哇是五间密人的毒病 主啊 虽然有千人扑倒在我们的旁边 万人扑倒在我们的右边 这是灾害 却不临近我们 主我们相信你的话 主啊 你一起说 你要一起成就 求你去帮助 啊 这些中国存福音的每一个省 每一个地区的人 主啊 你就这样 让你自己都忘了保守他们 让他们出去存福音的时候 主啊 你救赎他们大手的盾牌 所有的瘟疫 所有的遭殃 都不能拎到你自己所存福音的孩子们 主啊 你保佑他们的脚步 能够行在你的光中 这个光在他们的思维 黑暗 就不能靠近他们 主啊 让他们身为得胜的婚罪 主 谢上你 赞美你 求一天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 基督的名 Amen Amen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主啊 我们是的 主啊 每一个弟兄姐妹 有我们内心深处 向主所发出的祷告 主啊 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信心 对象 单单在你 主啊 有你就够了 有你 我们就满足了 有你 我们就有目标 放下 我们就有盼望 我们就有得胜的确据 主啊 谢谢你 你是我们的避难所 主我们已经认你为父 我们已经认耶稣为救主 你已经拯救了我们 你的保险已经遮盖 接近我们 已经为我们保险 划清界限 我们是平安的 因为我们有了你的平安 我们就要成为 你平安的使者 走到任何地方 主要当世人在忧惊 在惊恐 在惧怕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跟他们一起 传递这些惧怕 我们要传递你的平安 主啊 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把你的平安 带给世人呢 除非你在我们的心中 你在我们心中真正做王掌权 做宝座 让我们全然的放下自己 全然的卫生于你 全然的祥福于你 也全然的来赞美你 也全然的喜乐的灵 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主啊 我们感谢你 因为喜乐的心 乃是良药 主啊 我们都不是医生 可是怎么样 让别人的免疫力增加 让我们自己免疫力 更是败毒不清呢 除非你在我们里面 我们完全的降伏于你 我们尊重你的圣经话语 尊重你的真理而行 这样的人 必蒙神的保守 这不是人说的 这是神说的 有啊 是我们的避难所 我们真的将至高者 当我们的居所 我们的心灵 真的成为至高者的居所 我们是何等人 今日蒙了你的恩典 蒙了你的怜悯 谁也不能夸口 当病毒在这个空气中 蔓延的时候 如果我们环境中 我们就近的环境中 有一个病毒 有一个个案出现 想想 这整个城里的人 都在惊恐 谁不惊恐啊 因为我不知道下一个 谁就得到这个病毒的 这个瘟疫的感染 但是主 有没有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得着主的恩惠 怜悯 得着主的力量 我们要看看 下一个是谁 成为神所拣选的 是个生命的力量 能够传递给下一个是谁 主啊 我们谢谢 透过现在的大环境 你让这么多的百姓 这么多神的儿女 灵魂苏醒 让我们真的愿意为主 兴起发光 让我们真的相信 而且真的惊醒 我们信而受洗的 必然得救 不幸的 该当怎么样呢 圣经说不幸的 必被定罪 但是主 你是施恩的神 你并不喜欢定我的罪 主耶稣来 不是要定我们的罪 主耶稣来 是要救我们 脱离罪的捆索 让我们得着你的恩典 成为无罪的人 无罪于神清 无债于神清的人 要让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认定主耶稣基督 主必指引我们的路 还不是单单在历史时空里 我们所认知的 为我们死而复活的救主 那是真理的圣灵 连耶稣都说 我要求父 父就赐给你们一位宝慧师 就是真理的圣灵 不但要在我们里面 更新调整改变我们的性情 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行事为人 不但对得起主 还能够为主兴起发光 还能够成为众人的榜样 主啊 谢谢你 也让我们的身上 常带着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身 让人可以看见 我们怎么可以得着 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 主啊 谢谢你 因为你的圣灵要降临在我们身上 阿们 当你的圣灵在我们身上 哪一个细菌 哪一个病毒 可以来侵扰我们呢 可以来侵扰我们的灵 与你之间的关系 使我们与你 若即若离 那些都是仇敌的工作 我们要谨慎自首 谨慎祷告 而且 当仇敌起来攻击的时候 攻击常常是在我们魂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思思意念 思想 感情 当一个人在惧怕中 就代表 这个人 失去了爱 或缺乏了爱 因为爱里没有惧怕 有神的爱 爱里没有惧怕 爱就完全就把惧怕出去 当仇敌起来攻击的时候 我们心中有惧怕 有忧虑 有惶恐 有不安的时候 那就是仇敌在攻击的时刻 如果我们祷告 祷告再祷告 就一定得胜 得胜 再得胜 因为耶和华病使他们 病使这些仇敌 这些撒蛋魔鬼 鬼魔的灵 撒蛋魔鬼是大魔鬼头 鬼魔的灵就是小魔鬼 我们根本不要怕他们 他们在我们面前 必被杀败 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 必从七条路逃跑 因为我们立面 有真理的圣灵 因为这生命 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 已经释放了我们 我们不是终于说 主啊我们要一直释放 一直释放 是主耶稣基督 因着我们的信 已经释放了我们 已经使我们脱离 罪和死的律了 所以我们要宣告 宣告 宣告得胜 宣告在基督里 我们要宣告感恩 感恩再感恩 主啊让基督徒 主啊我们不受仇敌的迷惑 仇敌说 嘿 你信主信了这么久 你还有祖宗的咒诅 你还有这么多的东西挟制你 你哪是基督徒 主啊这些的话语 其实是仇敌 在讥笑我们 但是我们自己心里知道 我们得胜了 已经得胜 不是我得胜 那是基督已经得胜 基督已经胜过了 那应见死亡的权势 耶稣基督已经得胜 当我们有任何惶恐 不安的时候 就代表我们这个时候 就是需要祷告的时候 就是来殉道 当我们一殉道 主耶稣基督 你全然得胜 我们就全然释放 如果我们的中心点 焦点目标 只是我 我不释放 而我是被祖宗捆锁 我被环境捆锁 我被别人 哎呀这些东西 那个目标错误了 那个着眼点 中心点 不是在基督啊 是在自己 基督成了我们的 好像勤务兵一样 要来效力于我们 不我们的中心点 出发点 我们的着眼点 我们的焦点 在耶稣基督 当我们寻到得胜 就是得胜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了 释放了我们 我们终日都相信 耶稣 你是基督 我们是神的儿女 一切问题 结束了 我们一定被圣灵充满 当我们寻到 要被圣灵充满 圣灵就愿意充满 除非我们自己 有一些不光明的事情 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是否还行走在黑暗中 还被撒弹魔鬼 从地狱生出来的毒钩 那个毒钩上的鱼儿 我们这条鱼就上钩了 别人不知道的自己知道 主要因此 主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所有传道的人 我们要帮助那些 从来没有听闻过福音的人 他们需要 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 让我们把我们的时间 把我们的心思意念 更多的被神的话语充满 当有神的话语充满 神的圣灵就启动 就工作 主要让我们不要被自己 愚弄了 不要被别人的言语愚弄了 主要一个更不要笑把这世人的样式 终日惶惶不安 主要我们就是宣告的得胜 我们就相信你与我们同在 任何一个时刻 任何一个分秒 你还让我们活着 我们还可以一呼一息 我们呼吸的是新鲜的空气 没有病毒沾染到我们 就是神的保守 我们就是感恩 就是感恩 主啊谢谢你 以赛亚 先知也放胆说 没有寻找我的 我叫他们遇见 没有访问我的 我向他们显现 感谢主你的应许 因为主 现今的世代 你应许 要叫那个过去没有寻找你的 可是你要叫他们遇见 意思是 透过各样的灾难 各样的好事 坏事 万事互相效力 主神要叫他们遇见神 过去没有访问神的 神要亲自向他们显现 一个人在病痛 软弱 惊恐当中 我们去安慰 我们将光给他们 将力量给他们 将喜乐的灵 喜乐的心 乃是良药 因此当人听闻到 这样的福音 过去在平安稳妥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 要来感恩 现在在惊恐灾难当中 他们会听得进去 以至于 当我们做榜样 专心爱神 他们也可以学着我们一样 专心爱神 一起来祷告 神说 因为他专心爱我 我就要搭救他 因为他知道我的名 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 主要你是公平的神 公义的神 你不是单单把我们这群人安置在高处 让我们不受仇敌的侵扰 你还要把我们拆遣出去 拆遣到人群当中 我们怕吗 我当然不怕 因为主 这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候 就是越大的时候 就是传规的时候 主要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给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 刚强壮胆 无论往哪里去 也要把神必与我们同在 我们谢谢你应许 谢谢保守 谢谢你恩高 谢谢你 随时随处 都让我们的心 充满你的爱 没有你的爱 我们只是传福你的口号 有人的爱 我们就有怜悯的心肠 就有怜悯的眼光 向耶稣奏遍各城各乡 在会堂里教训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 用一致各样的病症 祝澳门就是举起圣洁的手 为他们祷告 有心灵惊吓忧伤的 为他们祷告 让他们感受到你的平安 以至于领受你的平安 以至于成为一个平安的使者 去传扬你平安的福音 那些在病痛中的 祝阿求主 因为主有人 沾染了这些病毒 可是最后又得到医治的 有人得医治 祝阿 因此我们的祷告 一定强于那些药物 一定强于那些人的饮食 祝阿 因此我们的祷告的灵 就是神的灵 神是亲自来医治人的神 祝阿愿你使用 我们当中每一个器皿 成为医治的亲密 从我们这里散布亮光 预备喜乐 主要让喜乐的灵 充满在我们中间 主要我们要与爱过的人同哭 但是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要继续那个喜乐的力量 从天而降 那个喜乐的力量 大大的来充满我们 充满我们 主要我们也要谨守 防备那些小狐狸 那些仇敌 透过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性的弱点 软弱 或生活现实中的压力 来钻破口漏洞 偷窃我们的喜乐 偷窃我们的平安 偷窃我们的信心 偷窃我们的盼望 偷窃我们对于神的话语的专注 我们一定要谨守 撒旦抽敌 在我们的灵魂里 我们的垃圾桶 就是那些怨言 就是那些苦毒 就是那些惧怕 那是我们属灵的垃圾桶 撒旦莫非只是加更多的垃圾给我们 但是他要偷窃 我们如金金般的信心 如果我们的信心 真的像金金一样 那是偷不走的 我们的信心 真像一座 稳固稳比的金山 他也是偷不走的 主啊 谢谢你 帮助我们 建立我们的信心 兼顾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彼此在一起的时候 不是闲烟肥欲 先化家常 我们在一起 时间这么宝贝有限 我们要彼此来激励 彼此共同来维护 来帮助彼此 让我们的信心在神的面前 更加的稳固 因为主对我们说 孩子你的信救了你 当我们带着这份信心 去传扬福音的时候 主也会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节省时间 真的能救一个灵魂 就是一个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团队一起 开到水圣之处 下往打鱼 一下就往了 一往的鱼 这是我们的盼望 但是 当我们在日常生活里 我们很难 也不是很难 就是这样的机会 还是有限 所以我们最多的机会 就是常常我们走到 每一个地方 在工作职场 在家庭 在任何地方 主要愿意传规的灵 高摩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 让我们真知道 我们不是单兵作战 乃是我们无论往哪里去 主严华的灵都与我们同在 主你悠悠高摩们 主要你已经应许了传福音 报信息 报好消息的 他们的教宗 何等加美 你让我们穿上平安的福音鞋 愿为我们戴上救人的头盔 让我们以公义当作护心性遮凶 主要让我们以信德当作同牌 没有任何人可以从我们身上 有任何可以攻击的余地 主要谢谢你 我们赞美你 我们愿意为主 做最美好的见证 愿意活出耶稣基督的品格来 主要若是我们有任何的 在过去没有这个好习惯 有太多的情绪 什么事情不了解 就在那边猜疑着我们要奉耶稣这座圣灵 靠主的保险 斥责 以及 看断这一切 魂结 就是不正确的 不是从宝座而来的东西 是我们的魂理思想 所跟地狱连结的 愁你怜悯 我们的心 我们的人 是与宝座连结 是与天堂连结 有神同在就是天堂 如果我们口里认耶稣为主 可是我们的心思意念 却在为这地上的事情 在烦闷的话 我们并没有真的与天堂连结 唯有我们心口合一的 我们心思意念 思念上面的事情 主啊你就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地上得享你的平安 让我们可以过在地过天的日子 谢谢主耶稣爱我们 爱到你 谢谢主 让我们 能够紧紧跟随你的教宗而行 不偏左右 谢谢主继续怜悯我们 垂听我们当中弟兄姐妹 还要向主发出的感恩 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 我们在宝座上 在宝座上的湾 用一天的清晨 我们又来到的傅的家中 真的 虽然天气有一点冷 但是我们的内心是火热的 傅啊 中国大陆现在的病传播到全国 傅啊 我在网路上看到很多的人 在为我们的父亲传福音 他们不怕细菌 他们会知道说 父亲来的日子不久了 什么是到天堂 什么是到地狱 他们会讲这些讯息 给一些生病的人 在病床上的人 还有在家中 还有在路上 有一些人真的不怕细菌 直接在路上传福音 这一点真的很使我感动 父啊 为什么他们又有气不怕死 这个在我的心上 应该学到很多很多 父亲给他们传的领粮 够他们每天使用 他们为了向父亲传福音 他们付出自己所有的一切 你在圣经上是这样教育我们 祸患必不灵到你 灾害也不安静 不安静你的帐篷 真的阿们 父啊 他们又有勇气走出去 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 像我们父亲一样 传福音 真的很伟大 父啊 在这个动荡的日子里 唯独我们每天要多看圣经 圣经的话语 就是我们每天的领粮 不靠这些 我们真的 有时候为世间的一些钱财所迷恋 没有把父亲的话语 真正的领悟到 父啊 还是一句话 还有希望你 每天都能够让我成为一个新的器皿 请你使用我 管教我 让我多发挥我的长处 多纠正我的短处 我愿意 五福 敬拜在父的脚下 成为父 所喜乐的那个孩子 我也把家里的两个小孩 石威依跟郭婷怡献上 当成国籍 希望他们真正的领悟 什么是耶稣基督 让他们真正的 能够明白 父啊 请你也给他们一点时间 父啊 请你也保守活水教会 牧师师父他们一家人 出也平安 路也平安 也保守这个教会 利用成岛这个平台 帮助一些 所需要帮助的人 让他们通过成岛 他们真正的领悟 成岛 会给他们带来不一样的喜乐 慈善的荣耀归于主 赞美是归于神 是奉我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 求 Amen 主耶稣 谢谢你给我一点机会 主耶稣 我为靠着教会的帮助 主耶稣 还是要为我的儿子前例很祈求你 主耶稣 主耶稣 帮助他通过医生的认证考试 他才能够去医院做医生 主耶稣 谢谢你赐福给他 让他的眼睛 他的心里面爱你的话 爱你的代理 主耶稣 他能够去你要他去的医院 主耶稣 帮他选择 帮他认定 主耶稣 谢谢你 主耶稣 让他成为你学喜悦使用的器皿 能够成为你的心腹和他的妻子儿女们 主耶稣 祷告主耶稣 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多尊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相应 愿你的举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永能一时 今日赐福我们 免我们的战 如同我们免了我们的战 不叫我们运见是看 叫我们脱离是看 因为国度 全力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